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22号星期天 在这个周末中国政治舞台又出现非常有趣的这些现象 或者是有趣的一幕 那就是这个中央中共中央习阵营要求各省市的大员 对扫黑出恶运动进行表态 并且呢说成立了这个中共中央或者国务院组成的这个中央独道主 中央独道主要下到各省市去进行独道 要去检查各省市的扫黑出恶专项斗争进展如何 并且所以还要回头看 就是模仿以前的中纪委啊 这种方式回头看 那么这个就把这个扫黑出恶 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个话题提起来 结果就激发了就引起了各省市的这个领导争相表态 要对这个专项出恶有一个表态 那么这些表态呢 有的表态说是取得了压斗优势 有的又说是扫黑出恶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 有的表态是说是这个 如果是扫黑出恶不进行道理绝不收兵 还有的表态说是扫黑出恶 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就绝不下战场 说这两句话听起来很像文革中的这个样板系的台词 说这些人呢 这个知青派红卫兵派掌权的这一代 都是看江青的样板系长大的 什么红灯记 自取为虎山 沙家帮这一样板系 说才有这么一些造句 什么绝不打赢这个扫黑出恶绝不收兵 又是什么扫黑出恶无尽就绝不下战场等等 所以这个表态就非常的令人蹊跷 因为这一波的表态潮势和这个独盗主的这个成立 是毫无预警 毫无征兆的出现的 就引起了这个人们的这个注意和这个议论 因为习近平刚刚发起一轮表态的收效甚微 刚刚发起一轮表态 要在这个党内斗争 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 要表态这个拥护习核心 结果呢 中央大员只有四个人表态 都是习家军人物 地方大员只有一个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态 这个马兴瑞在这个这个广东省的这么一个会议上 说是要加强政治建设工作 就是呼应这个中南海丁学祥搞了一个政治建设推进会 然后说要坚决拥护 坚决维护习核心地位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统一权威和领导 说用习近平思想武装头脑 这就是唯一一个地方大员最近的一个表态 那么这个表态说到这个维护 坚决维护习核心地位 这个说法已经就好像预示这个地位不稳 地位有所动摇 所以要维护他的地位 其他地方大员都没有表态 包括我以前说过的善于阿谀奉承的非习家军 天津市委书记李洪忠 或者说习家军的这个最吹牛派马的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这些都还没有表态 那么现在显然是习阵营啊 习近平换了一招 换了一招就扫黑出恶 要各方来表态 用这个扫黑出恶怎么回事呢 这就跟今年的政治形势有关 1月1号习近平发表这个元旦致辞的时候 当时我就指出 元旦致辞中首次缺少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反腐 元旦致辞不提反腐 一个重大的政治风向 然后1月份就发起一个是为扫黑出恶的专项斗争 这个专项斗争是指向基层的 当时我就说转移方向 转移视线 转移这个对象 就从高层反腐转向基层反腐 就高层反腐暂停了 那么这个接下来就3月份修宪 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旗帜 当时我就说这是一场交易 什么交易呢 就是习近平王岐山这个阵营 提出如果要停止高层反腐的话 就要换取他们这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旗帜 那么政治老人那一派为了这个劝制 这个制止 让习近平停止在高层反腐 那么就接受这个条件 说这是一场交易正肮脏的政治交易 以政治老人和即将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那一方 为一方 希望他们平安下车 这个安度晚年 不要反腐反到他们头上 那么以习近平执政的这一方 那么达成了一个交易就是 就是习近平阵营停止高层反腐 换取政治老人和即将卸任的这些政治局常委 高层支持他 同意他 不是支持 同意他 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准备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 所以这就是修宪的背景 那么跟一月一号的不提反腐 一月份发出了扫黑 除过专项斗争转向基层 一脉相承 结果他们没想到 双方都没有想到 修宪取消国家任期制 这样一个动作在社会上激起鲜然大波 在国内外的华人中 国内外的中国人中 党内外的中国人中 激起了鲜然大波 引起了民意的极强烈的反弹 因为经历了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 民众无法接受走回头路 既然已经没有选举了 还要接受一个没有任期制的这么一个政治 既无选举又无任期制 政治大倒退 所以人民无法接受 碰到了中国人民的底线 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更是群起反对 这样引发党内的党义 民意反弹引起了党新的反弹 所以这就是最近一些权力斗争的一个大背景和由来 也对习近平的修宪也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由胜而衰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那么现在这一波高层权力斗争 七月份进入七月份之后 高层权力斗争 因为内外失败内外交困 外部是中美贸易战 国际孤立 内部还有一带一路的失败 内部是民意民众的反弹 一个小女子泼墨轰动全国 给习近平画像泼墨 那么这些事情高层的斗争就围绕着个人崇拜大处特殊 说是习近平一方失利 习近平一方受到围攻批判 被迫检查被迫降调 被迫撤下全国各地的画像 现在又继续的拆全国各地的标语口号 跟习近平有关的 也拆除跟十九大有关的标语口号 在这种大形势下 这个习近平阵营呢 试图再发动一次 对习近平的效忠表态 结果效果非常差 十对七反 这种表态 四个中央大员和一个地方大员表态之后 反衬出大多数人观望或者不表态 或者是原来又恨又怕 现在只恨不怕这么一个政治局面 所以习近平阵营就变招了 变招了就换了一周来表态 就让这个大家对扫黑出恶进行表态 因为这个表态有个玄机 扫黑出恶里面提到 在地方上要进行打击黑恶势力 但是原先官阳文章是说的一句话 说要跟扫黑出恶 要跟反腐败相结合 也就是说要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也就是官场保护伞 这句话当时 1月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 只是说说而已 那么现在就是他可以当真 比如说这个黑恶势力 他如果当真去挖的话 那么这些地方上的黑社会 他往往跟官场有连接 开始可能挖到基层官员 基层官员背后是中层官员 中层官员背后可能是当地的 这个地方大远 这个省部级的高级官员 那么这样一下的话 就用反腐为名 可以拿下这些省部级的官员 因为在3月份修宪达成交易之后 不仅是中央级的反腐停止了 而且省部级的也停止了 最多就是复省部级 甚至以下有一些零星的反腐 主要就在基层象征性的搞搞 扫黑 出恶 以示反腐没有停止 而扫黑 出恶 其实就是薄熙来一个思想的翻版 薄熙来叫唱红打黑 只不过习近平怕重复 薄熙来说人家是走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就会改个名词 叫扫黑 出恶 其实是异曲同工 殊途同归都一样 仍然是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但是没有薄熙来 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那么扫黑出恶 实际上就各地就象征性的搞了一下 有的省市根本就没怎么动 就停下来了 那么现在习近平正永远想了一个新招 又把这个提下来 而且派出中共中央国务院 组成的独盗组去进行 这个也非常奇怪 因为以前像这一类的东西 以前反腐 跟反腐有关的是 中纪委派出巡视组 当时中纪委是掌握在 我这个习近平的盟友王岐山手上 中纪委书记 中纪委的这个巡视组 就类似古代的钦差大臣 到地方去巡视 然后回头看 然后借机就在地方上拿下一些 不忠于习近平的大员 或者是背后说坏话的地方大员 那么这一回不是中纪委 而是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 派出这个独盗组 而且也不是什么公安部 或者说是其他这个相关的政法委 或者这些部门都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出现的部门没有出现 而出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独盗部门 所以这个是两个信号 一个就是 那么一个信号就是 习近平要把这个独盗工作 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上 直接去了解省部级官员的态度 如果态度对自己不归顺 有反心的话 那就借扫黑除恶 挖后台为民 把他们挖下来 还有一个也可以说明 中纪委的态度 现在中纪委书记是赵乐际 可以中纪委赵乐际这边 或者是政法委郭升坤那边态度暧昧 可能不够配合 因为赵乐际这么长时间都很低调 沉默 神隐 没太出现 他不像头五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经常会出现 赵乐际相当低调 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 而赵乐际究竟属于什么派系 表面上他是陕西人 是习近平的陕西同乡 但是仕途上跟习近平没有仕途交集 因此在政治局常委级别 七个政治局常委中 他属于中间派 就两个习家军 两个习派 有习近平和栗战书 两个团派 李克强和汪洋 两个江派 王沪宁和韩正 风派的江派 就是看风向的江派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赵乐际 实际上他属于中间派 是各派所能接受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当了中纪委书记 也是一个平衡 政治老人怕这个掌握在 完全掌握在习近平手上 而习近平也怕这个中纪委 完全是被政治老人所操纵 因此都达成了一个 找了个中间人这么一个人 做这个角色 所以也可以看出啊 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 这个系统去派出一个独到主 而不是中纪委 不是政法委 可以看出就是说 跟这个扫黑出恶 这个专项斗争都有点脱离了 这就不是一个司法的层面 不是一个司法的 如果说里边夹杂反腐败 也不是一个中纪委 这个纪律检查的一个层面 而是一个政治动作 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就是由习近平所主导的 这么一条线 所展开的一个政治动作 所以这个姿态就很明显了 突然毫无预警 毫无征兆了 展开了这么一个独到主 和回头看 派到各个省市 结果地方大概就纷纷表态了 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表态了 他的表态就是那句话 什么扫黑出恶 就如果扫黑出恶 要扫出这个黑恶事 不扫出黑恶事里 绝不下战场 这个长阳版系的来了 这个表态了 因为害怕了 害怕这个挖来挖去挖到自己头上 然后但是呢 对习核心这个事并没有表态 而李鸿忠大都知道 以前多年来都是抢先表态拥护习核心 而且造句之肉麻 那种奉承了 这阿谀奉承的那个 那个那个神态之 之令人不堪 简直是让人这是不堪如目 他先后造句是什么呢 造句的这个习核心 又是什么 纵贯古今 指引方向 气贯长虹 又是什么核心之核心 关键之关键 根本之根本 又是什么 这个党的核心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 还有一些 非常那个造句的什么领袖 导师统帅 等等都用上了文革术语 林彪捧毛泽东的文革术语 也都用上了 无所不用气急 对习近平极精肉麻子吹捧 但是这一次高层出了问题 李鸿忠不表态了 但是李鸿忠这个专项出过表态 然后这个地方大员 也有些相继的表态了 以样板系的方式表态了 而这些表态呢 就是习阵营测试 政令能不能出中南海 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实际上就是 变招看到这些地方大员 中央大员 对习核心不再表态 因此就变招恐吓 以恐吓的方式 让这些人做另类表态 但这些人做另类表态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习核心 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也就是就扫黑 出过专项斗争 做了一个表态 所以也就是就事论事 也就是怕这个落到自己头上 如果不表态 会表态完了 倒是这个所谓独盗主 给他来一个当地往上挖 从这个黑社会势力往上挖 因为这些往上挖 原来周永康就这么挖的 周永康以前在四川 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是当地的黑社会的保护伞 像这个刘汉兄弟 这个黑社会集团 表面上是开企业的 实际上是黑社会集团 周永康和他的儿子 就是直接保护伞 所以当时就从刘汉兄弟挖起 挖出周永康的大量的证据 所以这个周永康落马 既有这个腐败 又跟黑社会勾结 等等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是图穷匕首线 最后一招了 就是又开始从1月份不谈反腐 1月1号元旦也不谈反腐 1月份发出扫黑 从过转向基层到上月份修宪达成交易 那么现在看不行了 那么就开始变招了 变招到有个潜台词 意思就是说修宪是我们达成的交易 我们取消国家主义副主义任期制 是我们之间达成的交易 我是停止高层反腐换取来的 现在你们不服了 你们有意见了 看到民间有意见 国外有意见 党员有意见 现在中高层的官员都有意见了 不服了 习近平就暗示 那这个交易还算不算数 如果这个交易不算数 那我也不算数了 我也可以再重新搞高层反腐了 中高层反腐了 所以这个潜台词非常清楚 就是恐吓 说在北戴河会议前的一场恐吓 那么这个恐吓能收到什么效果 大家可以观察 因为北戴河会议 在习近平外访回来就会举行 那么通过这个独道主去下地方官 能下到什么程度 这些地方官能不能表态 从对扫黑出恶 进一步表态到用户习核心 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 在北戴河会议前可以看出政治端移 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个中共高层的确是出了问题 这绝对不是他们用一些什么谣言 传言 没有根据所能解释的 他们无法解释这一系列的现象 事实上回过头来说 说这个 要大家表忠心 对习核心表忠心 其实还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行为 因为中共的这个 我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1982年 中共的党这样就规定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任何形式 而习近平阵营搞了多少形式的个人崇拜 他心里有数 那么现在又叫大家来表态 拥护习核心 其实还是搞个人崇拜 为什么要表态拥护习核心 你这个各就各位 党政 党政军各职 各就各位自己干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为什么要搞表态 按党章按宪法行事就行了 非要表态 这个表态本身的说明权力不稳 本身就是 这个继续搞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 所以继续的违背党章 所以除了这个高层领导 这些高层干部的这些动摇之外 对习近平的动摇 不再怕以外 最重要的是 可能高层干部通过这个激烈的 这个中南海的闭门会议的交锋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高层激烈的这个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和思想斗争 恐怕一些高层干部也在避嫌了 就怎么样去 不要违反党章 这个如果继续搞个人崇拜的话 这个可能会触犯党章 到时候可能是会受到某种插处 或者说习近平势力衰落 反习势力增长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插处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不仅非习家军没有人表态 习家军表态也是少数 甚至于像这个非常肉麻的 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居然到现在还沉默不语 他以前表态的是最什么的 也是什么剁手领袖 用尽了所有的词汇 那些词汇简直对习近平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无以复加 甚至是什么人格魅力什么都来了 李洪忠也说过什么 人格感召之类的话 以前差点被反腐反下去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在卸任前紧急表态 造了四个句子 每个句子十五个字 对习近平最肉麻的吹捧 又号称习近平的人格是赶天动地 也就是没有把他拿下 就叫做赶天动地了 感动了他 因为这个范长龙是腐败累累 家常万贯 这个是习王阵营放他一马 也就是因为他最终忠于表态 同意修宪 同意这个取消国家主义副主义任期制 这个默认习近平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 所以等等 这些反映下来的话 这个我就说到现在为止 如果再继续搞这个效忠表态的话 就是个人崇拜 这也是官员另一层的顾虑 因为并不知道接驳的证据怎么走 这个个人崇拜大叔特殊 明确明显违背党章的行为 将这个到后来该当核罪 在政治变迁之后 所以这也是各级官员现在晋升的原因 包括习家军的大部分成员 都是这个收声的原因 所以这个斗争 这个高层的斗争 就可以说既激烈又诡诈 诡异 诡异 所以这个将直接这么一个 就专向扫黑出卧 这么一个专向斗争的表态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政治气氛 那么如何发展 我们再继续观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